乌克兰总统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4月2日在电话中向他保证 华盛顿不会在俄罗斯的侵略面前放弃乌克兰 北约4月1日表示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感到担忧 与此同时 北约各国大使开会讨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最近的暴力升级问题 2014年 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招致西方的谴责和针锋相对的制裁 拜登强调 他的政府致力于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支持乌克兰总统反腐败计划和改革议程